有个比较掌声鼓励我们的Kerry 大家好我是Kerry 现在在Earthen Plus 做着 Property Agent 18岁的时候我就出来 我就从Drangano过来KL读书的时候 在第二年 弟弟过来了过后才觉得 KL生活费真的很高 看到那个钱越来越少 然后那时候就设置了一个Rust给我弟弟 我们一个月只可以用500块 我的弟弟就是他很喜欢吃那种酸梅糖 再有一次 不小心发现到他在那个 价钱那边 画了 其实那个酸梅糖只是一个2块半的东西 可是因为有这个东西 他连买这个酸梅糖 他就觉得很傻 然后其实第一个转折点就在我19岁 我就觉得 省是不可能可以自负的 所以我就当时做了一个决定 就我们需要去赚一些 然后我们就接触了Direxist 然后我们在那边从2个人到10个人 最后我们成功地 建立了一个50个人团队 基本上我们在每一个星期间 我们都是献给Tim的 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现在 牺牲现在的享受 我们以后会享受现在的牺牲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导师 我们没有方向 在这个期间一直走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他们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我们想要帮他们 我们没有能力帮 而我们是Leader 我们也不懂我们要带他们去哪一条路 就2018的时候 我们决定放弃 我们决定放弃 谢谢你他的这个 因为他之前那个unit 现在要换店 7天都进来了 最迟以前就要11点半 最迟以前上半年都是这样子 如果人家很勤劳的话 我要比别人更勤劳 因为可能我自己也没有辣 2018是最大的一个挑战的年龙 骨髒其实他对我们很好 他们是没有孩子的 所以他把我们四个 当做是他的孩子这样子带 其实他是有糖尿病的人 平时他只是会打电话给我们这样子 问我们这样吃饱还是什么 可是在这个期间前几个月 他会问我们 我们其实要回来 其实要回来 我们家里经济不好 所以其实 我读书在港巴 然后我们要回中 其实价格很高一下 所以一年里面 我们基本上 其实可以三次 然后他就生病了 过后 他的朋友就 就带他去医院 再去医院的时候 就算是严重了 那时我们爸爸妈妈 就打电话给我们 他进去了过后 身体虚弱 就在2018的时候 他就走了 因为那两次的打击过后 很颓废 就什么都没有做 我就好像对人生没有希望 一直想 我很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 其实是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可是 给不到 然后家人也走了 你懂这种顾客 不要快快钱 其实那个 我的哥哥 他是 通常在家 都会跟我们讲一些 好像他社会的东西 他的团队是怎样 从零开始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为何不 我在2019 给他一个试图 然后当时我还是一名 Degree 就是我还在 干巴读着俗 所以我就加入了 Effern Plus 就是地产这个行业 可是在我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决心 就是我用我五年以来 同样的attitude 跟effort 我想要try 不同的结果 其实不是因为agency 是因为他的 我选对了人 我有一个system 可以在 是一路上 support我 就是在Effern Plus里面 我看到的是 我的努力 跟我的结果 是可以成对比的 就是我在想要 更努力的时候 我的收获可能会更大 因为我这边有导师 我这边有方向 所以我不会怕 如果是我很努力很努力 我都还看不到路 这样子 现在的话 生活不会算改变到很大 可是不算差 如果讲比起以前来讲 可能我们每个月都要想 下个月我们要这样活了 就是下个月我们要想什么办法 可是现在的话 至少生活数字好了一点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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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每一天都在做这不同的选择 可能你会遇到瓶颈 可能会遇到很大很大挑战 甚至比我更大的一些打击 可是这个阶段 不要放弃 你可能在这个时候 你静下来想一下 你在走的路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不是你要的话 你想要做出怎样的选择 你想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可能可以try一下一个新的方向 一个新的选择 可能会带来你们生活不同不一样的精彩